五谷新增社区关怀据点为了兼顾日常生活跟防疫 里长郑国荣特别准备了快筛试剂 提供给长者每周进行筛检 透过快筛的测量不仅可以让社区环境安全有保障 也让民众了解到自身健康情况 五谷新增社区关怀据点每天都有安排不同的课程 邀请长者前来参加 但在这疫情持续发展下 为兼顾日常生活与防疫 里长郑国荣特别准备快筛试剂 提供给长者每周进行筛检 新增关怀据点在防疫以及日常生活 要取得一个平衡点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的新增里郑国荣里长 特别提供了快筛试剂给我们的长辈 那我们每一周都去做筛检 杨慧婷执行长表示 关怀据点是社区许多长者 每天都要前来聚集活动的场所 为顾及大家的健康安全都必须进行筛检 同时也借此教导长者如何使用快筛剂 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快筛 让他们能够在更安全的环境 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更能够掌握 杨慧婷表示透过快筛测量 可以了解有无染疫状况 不仅使社区环境安全有保障 也让民众了解到自身健康情形 记者虎宇轩无故采访报道